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好消息 好消息来了 美国国防新闻网站房屋一号21日的报道说 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传染科主任传出好消息 这几年他们一直在研制一种能抵御所有新冠病毒的疫苗 注意 是所有的 已知的和未知的变种都有效 这款名为SPFN的疫苗在刚刚结束的第一阶段临床实验中取得了正面效果 这家军事医疗中心是美国医术最高的医院之一 也是历见美国总统就医的首选医院 与大家知道的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疫苗不同 这款疫苗采用一种有24个面的足球状蛋白质 使这款疫苗不仅对现有毒株有效 而且对其所有潜在病种也有效 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临床实验需要几个星期至几个月的时间 将接受最终审查 如果成功 这款疫苗将大大改观人类目前的前景 不过同时 这家军事医疗中心警告说 自从我们有了Omicron 接下来 很快整个世界就会被感染 同时 不排除未来将出现更致命的其他病毒 注意 对于投资者来说 大家都急于知道 这家美国总统首选医院 接下来会和哪家企业进行商业合作 对疫苗进行更广泛的推广 消息面上 以色列将美国列入禁费名单 同时 以色列准备为60岁以上者提供第四剂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的第四针果然来了 如果上面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可能以色列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希望第五针就是它 当然 如果按照上面的剧情发展 持有疫苗股的朋友需要小心一些了 当然 目前只是第一波消息 接下来这款疫苗还有第二和第三阶段临床实验要做 另外 辉瑞迎来好消息 周三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辉瑞的新冠口服药 为首个获批的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口服药物 据媒体报道 墨沙冬的新冠口服特效药也会在圣诞节前获批 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宣布这一消息 对FDA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 反映出了情况的紧迫性 这些口服药的推出将降低医院负担 因为预计冬季美国的感染人数将大幅上升 如果获批 按照辉瑞CEO的预测 口服药明年有望实现8000万疗产的生产 美国政府以5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00万个疗产 按照这个采购价格估算 意味着明年辉瑞光口服药的销售额 就有可能突破400亿美元 市场空间巨大 不过 辉瑞新冠口服药允许仿制药生产 此次辉瑞将直接针对发达国家自行生产和销售口服药 而针对部分中高收入国家 大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将通过授权许可的合格纺织药企业 来生产销售相关纺织药 最终有望覆盖全球约53%的人口 这里 辉瑞是疫苗加上口服药的双保险 跟单靠疫苗业绩的公司不一样 如果口服药终结疫情 辉瑞也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 顺便说一句 最新 美国FDA批准守制预防艾滋注射剂 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患者仅需每月接受一次治疗 就能达到抑制病毒的效果 这也是艾滋治疗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 更便利的疗法的诞生 数据显示 2021年是首次公开募顾的破纪录之年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1000笔IPO交易 目则创下了315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在年底的放缓和华尔街新股的糟糕表现 可能预示着2022年将回归正常状态 特别是在这些交易中 有606家是SPAC 但是 随着这一年的过去 SPAC的上市已经放缓 因为许多以上市的SPAC 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并购目标 或者并购了市场认为人不成熟的业务 这导致了整体上市质量不尽如人意 数据显示 今年通过传统IPO方式上市的公司中 约有三分之二的公司的股价低于发行价 关于先前的SPAC股票 大家目前要小心做空机构的做空报告 和SEC的调查 目前仅仅在电动汽车初创公司领域 又有四家公司正在接受SEC的调查 包括尼古拉 Lucid Rodestown和Kenu 其中 昨天尼古拉已同意支付1.25亿美元 以了结对其误导投资者的指控 之前尼古拉这家去年号称卡车界特斯拉的公司 分享了一段卡车从山上滚下来的视频 以假装它完全在运行 从技术 内部生产能力 订单数量和财务前景等方面 全面误导了投资者 让自己的市值曾一度超过福特 目前仅仅是CEO宣布辞职罚款了事 这也体现了公司背后强大的公关能力 尼古拉公司也表示 很高兴为这一张画上句号 新的故事重新开始 从喧嚣到平淡 我们去年说了比较多的SPAC股票 但今年春季之后几乎不再提了 有些时候很多人炒头击鼓 信条就是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这个赛道是好的 这个产品并不可少 觉得闭着眼睛买就能赚钱 公司的业绩能蹭蹭蹭向上 现金流也能花花花的 所以当走势衰竭了 被套了之后 依然觉得这是好公司 还能翻身 结果财务报告表出来了 发现业绩增速也就那样 但是好在还是赚增长 而且利润绝对值确实高 所以就丢掉了PE级 开始用PE说服自己 比如团队在真心做事 公司PE处于历史百分位的低位 是绝对的价值挖地什么的 然后就在震荡下跌中不断的买入 然后再次迎来了财报 发现这次增长率都变富的了 但是好在绝对利润还是不少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公司开始大手笔分红了 按照这个股息率 一直持有不卖 用不了几年也能回本 按时自己分红的钱 才是真金白银 股价下跌的亏损 只是浮亏 我拿的是股权 再到后来 公司现金流紧张了 分红也少了 再后来分红都没了 那就没有然后了 华尔街有句话 街上倒了一堵墙 砸到了十个人 有九个是说故事的 只有一个是深度价值投资者 这就是趋势的力量 趋势变了 一切都会变 天天说股市千变万化 有些人上午的观点 和下午的观点就有可能不同 这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反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变高 炒股要适应市场的变化 无论是娱乐圈还是金融圈 在表面的波兰不清中 底层价值观 交易逻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宽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个时候要多看看 多听听巴菲特这些投资老人的忠告 总的这一句话 不听老人言 天天拨财面 要想回老本 只能靠时间 最后我们来看看国际局势 美国发布乌克兰旅游警示 担忧俄罗斯可能军事入侵 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再次升级 乌克兰是阻隔俄罗斯与北约国的屏障 俄罗斯是绝对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 这次 俄罗斯已经给美国划出了红线 不再相互射程区内部署中短程导弹 放弃北约进一步东扩 北约做出该组织不扩置乌克兰领土的保证 而且这次俄罗斯不是要求拜登做口头保证 因为即使拜登做了口头保证 但美国总统的信誉已经降至历史低点 而且前任总统的任何保证 都会随时被下一任总统所推翻 所以普京这次需要美国国会去做相关立法 进行书面保证这份协议 之前几十年 每次俄罗斯都在不断地退让 这次底气十足 所有的媒体都把这次普京对拜登的要求 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这个大家想想看 拜登会如何答应 如何敢答应 而与此同时 乌克兰这位喜剧演员却表示 我们感谢欧盟和美国 但是拜登对普京发出的实施严厉制裁的威胁 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也为能阻止它集结更多的部队 美国应该为乌克兰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以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和决定 据路透社21日的消息 美国官员威胁 拜登正在考虑对俄罗斯进行前所未有的出口管制措施 以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 扰乱俄罗斯经济 这位官员说 在制裁方面 美国已经驾轻就熟 看看华为的例子 俄罗斯会明白的下场会如何 美国将阻止许多工业和消费技术进入俄罗斯 美国今年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4.5亿美元的武器 如果需要还有更多 关于和俄罗斯的谈判 美国认为 这是你欧洲的事情 会谈应该由法国和德国主导 恢复诺曼底摩世进行谈判 诺曼底摩世及巴黎 柏林 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四方对话 但这次让俄罗斯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不容易 莫斯科不想回到诺曼底摩世 因为谁都知道和中间人会谈没用 其实 这次普京有中国的助力 双方联手 美国两线作战基本非常困难 要想象过去修理俄罗斯便很难了 这里 大国都在下一盘棋 目前来看 美俄攻势多于防守 中欧首势居多 这次的事件 让欧盟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了 其实呢 只要不打仗 大家还是好好谈谈比较好 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 搞垮对方经济 应该才是思考的重点 再来看美国 自己也很矛盾 阿富汗战争结束了 数万亿美元打了水漂的同时 唯一的赢家就是美国军火商 美国研究报告显示 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 美国军费支出累计超过了14万亿美元 其中 洛马 雷神 通用动力 波音和格鲁曼 这五大美国军工巨头 获得的利益极大 看看这些巨头 这些年的股价走势就知道了 这些超级军工企业 和美国政府 国会 军方 智库等各方处于共同利益 任意形成捆绑紧密 且势力庞大的军工产业利益集团 这些美国军火商 近年来共用了超过200多名游说者 豪制了数亿美元的游说资金 豪爽程度 远远超过我们之前所说的五大科技巨头 目前的国务卿布林肯 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 各位退役的将军们 最后的归宿 也大多是军火商的董事 最近 公布的美国2022财年 军费预算总额达到了7530亿美元 这些钱如何花 从美国国防财政的支出结构来看 主要费用投入在人员与日常运作维护 大概占比接近三分之二 剩下来的似乎不多 其实国防预算并不是全部 在国防财政预算外的专款拨款支出 正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 这扩充了灵活性与空间 同时 随着美国国防开支的不断上升 美国也越来越希望 促使海外军事基地所在东道国 分摊更多的军事费用 作为美国国防财政开支的重要补充 所谓大炮一响 亡惊万两 这是一个根古不变的道理 目前 这些军工产业缺少了新的战争红利 已经对军火巨头们的前途 造成了实质的影响 接下来 这个世界并不会太平 回到俄乌局势 对于股民最关心的是 俄乌关系紧张 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 历史上 2014年俄罗斯做出 出兵克里米亚决定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全球股指遭遇黑天鹅 经历了黑色星期一 从股市仓皇出头的资本 迅速地涌入到了大宗商品市场 黄金和石油 美元都成了投资者避险的最佳选择 与乌克兰相关的大宗商品价格 也出现了上涨 因为乌克兰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 和第三大玉米出口国 战争也许能为投资者 在某些领域带来机会 但战争本身 永远都不会是个好事情 希望最终可以和平解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美国三季度GDP数据出炉 实际GDP年化季环比中值 高于初值和前值 美国三季度合金PC物价指数为4.6% 创近30年新高 但符合预期 股市波澜不惊 随着通货膨胀 流动性泛滥 资金大量涌入 艺术品市场越来越火爆 加士德今年成交额创五年新高 苏富比斩获历史最佳业绩 毕加索等长期受欢迎的画家 以及NFT新贵的作品价格飙涨 当代突破性画家的作品 也受到了狂热追捧 希望所有领域的投资者都赚大钱 一如以往的风向 市场天天都在 情况却不一样 我们的视频一直倡导的 是跟着趋势一起走 用机构的思维可以采用低息思路 这样的话 增加一点低息的持有信心的概率 拨断行情就更大概率赚钱 最后 请大家对市场有自主的 逻辑清晰的 被政委过的判断 安安心心 踏踏实实的做投资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